和大家分享一篇謝耀朗先生的文章 發表在2020年7月6日 題目就是《香港必須求變,才能迎接第二次回歸》 無可否認,香港社會仍然很多人以偏見和有適眼的來看中國 尤其一部份的精英界和知識界 永遠以審判態度和高額等的優越地位來看中國 這個驕傲和偏見造成他們自達來無知 最慘是他們沒有自知之明,而且自以為是 這是現在面對中國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謝先生一開筆就已經點中題目了 香港人在過去的變化之中 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一直到中國改革開放 香港有一個非常快速的經濟增長 所以香港人自以為自己是比中國內地的人聰明 等等等等的自大 但是過去的四十年,中國的經濟突飛萬盡 國民收入是由在四十年前的大約三百八十四元 到2018年大約是接近一萬元,中間是將近三百倍的 在這個這麼急速的變化之中,中國的整個經濟體系和人力資源各方面有一個非常大的提升 不是說香港在過去的四十年沒有進步 自從回歸之後,香港都大約有百分之二至三的GDP的增長每一年 但是比起兩位數字的增長其實是非常大的差別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在國內的交通網絡,包括高速行車線等等已經非常先進 加上支付寶或者微信支付已經是領先全世界的 在現在這個世界,世界局勢不停地變的過程之中 唯一應該可以做的就是以變應變不停地改革來追趕時代的變化 香港亦都需要通過一個肉火重生 經過這一次的事件之後,香港人應該現在重新起步 很多時經過破壞之後,體制可以重新來過 所建立的新體制會讓舊體制慢慢改變好很多 但是這樣的突變很多時候是很痛苦的 現在看來香港有這個突變的機會 自從中國幫香港設立那個港區的國安法之後 現在香港市面的形勢有一個非常大的改變 另外我們也看到過去一個星期 香港股市有上沒有下,非常之走勢非常之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香港現在的前景是受到各方面的支持 支持,有信心 所以現在是時候我們在香港做一些大的改革 包括對傳媒的改革,對教育的改革 亦都要對官僚制度的改革 其中在國安法之下,那個司法制度 即是說在法庭方面也都應該做一個比較大的改變 因為有些法官是有雙重效忠的 這件事在很短的將來,希望可以免除 變成了香港的法官,只是效忠香港基本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章 這個將會是香港人見到新生的開始 謝先生也都說到了,他說香港要經過火鳳凰獄才能夠重申 進行第二次回歸,這可能是一條崎嶇曲折難行之路 但大家必須要以破釜沉舟之決心 排除萬能達此目標,方能對得起厚人 在歷史上有所交代 我借三個說話,就告免